這個打好有四項目標 就是為了讓提高營養價值拿等等 國外的案例我就帶過去了 那著名的ULIGRO也是一樣 他在當地色彩 然後他袖人人都穿得起ULIGRO的衣服 所以這個做了一件好事之後 他很快喔 在日本就變熟這個ULIGRO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我正在跟你哥哥講的好玩 他做好事了 那有人就跟勇士博士說 你看嗎 無論是達人ULIGRO或是愛迪達 這麼世界著名的公司跟你合作 都只是尤其他得獎之後 就有人跟他說 他們是利用你的光環 就是利用我 所以他們自己在他國內 哇 品牌形成家子 很快的就做得更好 可是勇士博士不是這樣想 他就在書裡面說 我覺得你不要說他們利用我 你也可以說我利用他們現有的基礎 我們做得更好嘛 所以凡事都一提兩面 所以這個兩面都相合力 所以 通常我們觀察做社會型企業的企業 通常自己的本業也會向上攀升 理由很簡單 他用一種在投廣告很多 都無法打動的效果 因為他直接用行動 行善的力量 告訴大家說 我就是一個好企業 那這個就是品牌的 品牌的力量 所以這個 這個跨國性的社會型企業 在孟佳非常非常的成功 而且他都非常照顧女工人 女工的這個所有的理智 我們去參觀喔 都是個理工學 每一個都做得很乾淨 看孝龍菜單 下面的衣服也是做得很乾淨